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问题是因为我们节目要介绍经典 那经典这个东西有时候当代之中能否产生一些经典 还需要接受时间考验 除非是老一辈已经通过历史的总结了 比如说像王安逸莫言 刚才我说的上一代那些作家当然毫无问题 我将来一定会找机会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介绍他们的作品 大家等着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继续跟大家接着讲丘吉尔 这位2002年的时候 BBC做了一个全英国民意调查 普选出来 当时的英国人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英国人 排名第一位 那么丘吉尔到底有多了不起呢 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别人的眼光折射回来 比如说我记得最近英国首相卡梅伦接受采访 说其实你每个礼拜都去见女王 现在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因为前阵子不是又庆祝她的登基的记录 已经在位记录打破维多利亚女王 那就访问卡梅伦 说你怎么看伊丽莎白女王呢 你每个星期都要去向她报告国政 谈谈国家的事 但其实女王真的不管政治 对不对 她是宪政君主 什么事都不能管 她能给你什么好建议呢 卡梅伦这么回答 卡梅伦说 我第一次见到女王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一点 当年坐在我这个位置上 伺候她的第一任首相是丘吉尔 他用这句话来强调 女王从丘吉尔的时候开始在位 直到今天 你说她有没有政治智慧 意思大概是这样 其实这句话也折射出了很多英国人对丘吉尔的想法 可是丘吉尔就像我们昨天讲的 他一生中其实有非常多的问题 但是他在一个最恰当的时机 最恰当的地方 英国遇到了他这样的一个人 使得他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战时的领袖 而这位战时的领袖 当时在就任当首相之前 其实一直以来 也像我们上一集所讲的 他是一个叛逆者 不太和群的人 跟所有人看法都不一样 尤其在战争这个问题上面 我们要晓得丘吉尔从政的道路 并不是太顺障 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也入过内阁 那么当时策划过一些非常失败的计划 如果就是那时候他退出政坛 以后他不会信的这个人 要是想起来 也认为他是一个把设计给搞砸了的人 但是在一战结束之后 快要到二战之前那几年 他开始不断地预言 纳粹很危险 莫索利尼很危险 世界即将进入风暴 我们要预备战争 我们不能够姑息纳粹德国 只不过所有这些话 当时大部分英国人都听不进去 他的保守党的后来的自由党 以及后来他又回到保守党之后的 所有的同事们都不赞成他 工党也讨厌他 没有人听得进去他这番话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当时大部分英国人 都不认为我们应该跟德国 再打一场仗 而这种态度的标志性人物 就是在丘吉尔之前那位英国首相张伯伦 张伯伦今天在历史上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 他留下来的名字呢 就跟四个字呢 捆绑在一起 那叫什么 那叫什么 对欧洲发动战争的时候 英国有一个措手不及的感觉 后来呢大家还觉得张伯伦从头到尾就是个傻蛋 被希特勒蒙骗了 我们看看希特勒怎么形容张伯伦 希特勒就是张伯伦啊 哎那就是拿这个雨伞的傻蛋 那么所以张伯伦拿这个雨伞的那个形象 自此就留在画面之中 定格在我们脑海之中 但是你回想当年那个处境 你比如说你看第二四世界大战回忆录 我觉得丘吉尔在这方面对他相当公正 你可以看到当年张伯伦所作所为 恐怕不能够算是完全是错的 虽然丘吉尔很反对他 很反对他这个政策 但是丘吉尔一直显现出对他的尊重 乃至于战争开始 他当首相 他还言请张伯伦加入自己的战时内阁 觉得张伯伦是个非常可靠 非常值得信赖 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忠实的老政治家 那么到底张伯伦当时做对了什么 又做错了什么呢 这必须从一个背景开始讲 什么背景 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 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 间隔其实没多久 而一战带来的那个战争的创伤记忆 对不止英国 整个欧洲整个世界上的人来讲 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我们想想看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时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 规模最浩大的战争 以前再也没 以前没见过这样的战争 那场战争有6500万人参战 2000万人受伤 死了1600万人 经济损失是1700亿美金 请注意这个1700亿美金 是以当时的币值来计算 你想想看今天是多少 所以那个时候 所有人都觉得不应该再打仗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心理状态 尤其英国 英国人民真的是非常厌赞 大家都觉得never again 再也不要打仗 而且大家真的相信 以后也不可能会再有这样的战争出现了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了解 张伯伦当时所谓的姑息纳粹 会不会也有一些说不出口的苦衷呢 比如说大英帝国 到了一战之后 其实已经开始衰落 他的很多的庞大的帝国上面的那些属地 纷纷独立或者成为自治领 那么整个国家呢 在战争之后元气大伤 经济大受损失 金融中心已经从伦敦转移到纽约 他过去作为第一工业大国的地位 也已经被美国取代 那个时候英国实在有点自顾不暇 更不要说后来经历了大萧条 30年代大萧条的打击 而这时候你就看到张伯伦做一个政治家 他的品格 他最早做财政大臣的时候 相当成功地率领了英国走出了大萧条的英里 而且其实他也不是完全没有备战 他那几年带领的工业发展 跟一些军事科技的研究 其实使得后来丘吉尔接任首相的时候 对抗德国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应该还给张伯伦一个公正的评价 但是无论张伯伦打下了多好的基础 这场战争当法国都失败之后 当英国成为整个欧洲唯一在那里 仍然在对抗德国的一股力量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英国的处境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美国那边虽然罗斯福总统 非常同情英国 跟丘吉尔的私人关系十分好 很想支持他 但是我们要知道当年美国国内 很多人也是很厌赞 奉行的是一种孤立主义 就觉得我们管好我们美洲的事就行了 你们欧洲那打什么仗什么事 跟我们无关 我们不参加 所以很多美国人是非常反对美国去参战 所以美国为什么迟迟不参战 直到珍珠港事变为止 而那个时候呢 在欧洲上面 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讲的 意大利也已经对英国宣战了 日本很快看来也要蠢蠢欲动了 你英国怎么熬得下去 应该是一片仇云产物 你就算永不投降 你眼前这条道路也是十分十分的灰暗 而且那个时候 你完全看不出有任何胜利的希望 但是你看这本书 丘吉尔一如既往的 有饱满的信心 而且他还要鼓励他的国民 他甚至胆敢宣称 在那个后来大不列颠战役打响之后 每天有一千架次的纳粹战机 在轰炸英国 尤其轰炸伦敦 把伦敦半个城市都炸成废墟的时候 丘吉尔说什么呢 丘吉尔在以下这篇著名的演讲里面 他告诉英国人 当后人回看我们这个时候 他一定会说 这是我们大英帝国千年历史上 最好的时候 finest hour 这是他一篇非常有名的演讲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What General Veigand has called the Battle of France 优优独播剧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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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看到那一篇演讲 是一篇非常激动人心的演讲 这篇演讲 把这个时期的英国 居然描绘成是 整个大英帝国历史上 最美好的时刻 丘吉尔甚至还要说 如果大英帝国将来 还要再活一千年的话 人们仍然要说 这是他们最美好的时刻 为什么这是最美好的时刻呢 让我们来看看当年英国人的表现 你比如说 那个时候 整个英国因为陷入战时的紧张 物资紧缺紧拙 所以整个国家开始实施 各种的食物 良油的配给制度 而且每天空袭 每天轰炸 尤其针对伦敦 但是这些人 他们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这本书里面呢 也记载的相当详尽 那些老百姓 对于轰炸跟袭击 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照样上下班 照样上放学上学 然后每天呢 警报一响 大家就安安静静的 秩序紧然的 进入防空洞 进入地下铁 有时候在地铁里面 一睡就是睡两三天 晚上不出来 然后呢 每一次敌军来袭的时候 只要伦敦的防空炮火 对上面一排展开轰炸 虽然打不掉多少敌机 但是老百姓都会欢欣鼓舞 一边大海干掉他们 干掉他们 然后那个时候的英国人 甚至还出现一些 非常有名的画面 比如说我们喜欢读书的人 都知道有这么一幅照片 就是那个时候呢 在伦敦空袭之后 有一个图书馆被炸毁了 整面的屋顶炸了下来 几面墙炸了下来 然后剩下满地的书堆 而路过的英国人呢 在那不慌不忙 在里面拿书起来 几个人就站在那继续 那么看书 也不得警报 那么这张照片 非常能够说明 当年英国人的一种品格 那种品格是什么 就是镇定 丘其尔 有时候呢 他会看到英国人 甚至已经发展出一种 欣赏轰炸的美感的态度出来 哪轰炸呢 大家就在旁边那么看 就那边瞧 好像觉得这个东西 还挺好看似的 有一趟呢 他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 听到外面一声巨响 原来是河对岸 不晓得炸了什么地方 那时候原来德国 开始改变轰炸的策略 用降落伞 吊着鱼雷跟地雷 这种炸法呢 其实是不能够 很准确的炸中目标 纯粹就是以 要炸毁更多的建筑 跟人命为目标 然后炸下来 果然地下炸出一个大坑 他立刻出去巡视 巡视的时候呢 他就看到 那里已经一片残环断瓦 但是不晓得什么时候 动作很快 当地附近的老百姓 已经拿出很多的英国的国旗 小旗子 插在那堆瓦砾上面 然后丘吉尔就下了车 去视察 然后那时候旁边的人看到是他 老百姓们就围过来 围着他欢呼鼓掌 一直对着他高喊 我们要还击 我们要还击 那时候丘吉尔就流下了眼泪 他听到 有旁边一些老太太说 你看你看 他真的关心我们 他在哭了 他在书里面说 其实我那时候不是因为看到我的国民为了这样的损伤 受到这样的磨难而哭 我是为了钦佩他们的勇气而哭 这个时候英国人这种表现还可以看到他们在战时的各种的义勇的行为 比如说几乎整个伦敦市民都自愿去报名参加各种各样的自愿活动 能够还走得动拿得起枪的去自愿参军 而妇女们则参加各种各样的自愿救火队 有的是一家几口主动的出去协助 看看有哪些炸弹下来没有引爆的发掘他们 在旁边画标警告大家不要接近 就有这么一家人非常英勇 找出几十个这样的弹坑 终于他们自己有一次不胜被炸死了 那么使得举国都非常的哀悼 再发展到了后来 因为伦敦是主要被攻击的目标 别的城市也都开始预备随时要轮到我们 等着等着怎么还没炸我们呢 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些人是这样 从英国各地赶到伦敦 赶到伦敦住几个晚上也好 那是为什么呢 伦敦不是天天晚上熬轰炸你还赶过去 为的就是要展现我们要跟伦敦人同甘共苦 有人还这么讲 经历过被伦敦轰炸之后 我将来回家我就能够讲给我儿子跟我孙子听 那个时候我也在场 他们觉得十分的骄傲 然后再说到英国的王室 乔治六世 他自己也当过海军参加过战争 这是英国王室的一个传统 你身为国王身为贵族 就该身先士族 身为国家的领导 哪怕是名义上的领导也好 每次有战争你都走盖前线 他过去参过军 所以这时候他更加关怀战士的进展 常常召见丘吉尔 而丘吉尔作为一个非常保守的政治家 他非常的遵从皇上 那么你在书里面也可以看到 每次他说陛下又召见我 他都觉得是无限的光荣 他们每个礼拜见面 而每个礼拜他们吃午餐 那边在轰炸 有时候炸到他们旁边 他们吃着吃着就自己端起盘子来 到隔壁 另外一间房间继续吃继续喝继续聊 炸完了然后又回来 有一趟终于炸弹 郑重白金汉宫 当时乔治六世跟他的王后 差点没被炸死 那个玻璃碎飞过来 没把他们弄死 但是那时候呢 有一个他的王后 有句国王的王后 有个很有名的名言 她说太好了 这真是太好了 国王也非常的兴奋 他们干嘛兴奋 差点被炸死 王后说 自从这次之后 我总算出去巡视百姓的时候 我敢正脸瞧着我们伦敦东区那些被炸得那么惨的居民 因为我跟他们一样都受过这种磨难了 然后连王室当时也志愿参加这种配给制度 每天获得有限的面包 有限的罐头 我们知道伊丽莎白女王那时候也志愿去参加护士阵营 救助那些伦敦那些受伤的市民 不只是这样 英国甚至还能干更狠的事 当时英国本来让人觉得连自保都自顾不暇 没想到丘吉尔还决定派出空军去炸回柏林 尽管没有什么效果 但是他就是要炸柏林 那个时候苏联还没跟纳粹正式开战 苏联的特使有一趟去到柏林 那么一到柏林 柏林纳粹那边就 你看你看 放心吧 英国快完蛋了 我们好好谈我们的事吧 结果那时候 伦敦派来的空军 皇家空军的空鞋来了 他们赶紧躲到地下室 这个特使马上就说 如果英国快完蛋了 那刚才那个是什么 后来意大利对英国宣战 英国先下手为强 在北非出军 征服掉他们在北 意大利在北非的殖民地 整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一个表现 以及加上丘吉尔将的一个演讲 那么振奋人心的演讲 传到大洋彼岸 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同情并且钦佩英国 越来越多本来觉得应该孤立于欧洲战场之外的美国人开始高喊 我们也要参战 要志愿去帮助英国人 有许多美国游客带着粮食罐头赶去英国 就仿如当年有些美国人 志愿来到中国成立飞虎队一样 那么当然美国的正式参战 我们知道还要等到后来 日本轰炸珍珠港之后 但是无论如何 那个时候 英国人这种品质 开始被认为是一个英国的国民性 从那个时候得到固定的一个形象 乃至于后来几代战后的英国人都觉得 那个时候的英国人就是我们效法的先辈 我们都应该像他这样 所以后来很多很多年之后 我记得 当阿尔盖达组织基地组织 对伦敦地铁跟公交发动连串的袭击之后 我看到那个画面 觉得就让我想起当年那个我没见过的英国人 是什么样的画面呢 就是一些地铁里面遭遇恐怖袭击受伤的市民 他们有的被抬出去 但有的人还能自己走出来 我那天就看到BBC的采访里面 有这么一个英国男人 从地铁站出来 脸上还有血在流着 但他手插着裤带 慢慢排着队走出来 一出来 BBC上去访问他 先生你怎么了 他说刚才有恐怖袭击 然后抹一抹血 对着救伤车自己慢慢走过去 跟我们看到纽约或者美国受到袭击 满街的人很惊慌地大叫 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同样是这样的一帮人 他们在二战一结束之后的大选里面 把当年信心饱满的丘吉尔给选了下去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这是你们战时的英雄领袖 怎么你们现在这么快地抛弃掉他呢 那是他们非常明白 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 我们不需要一个领导我们作战的领袖了 对于这件事情 这样的一个荒谬的结局 丘吉尔自己这么说 他说 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 都会对曾经领导他们的伟大领袖 忘恩负义 这才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丘吉尔曾经说过 没有比告诉英国人 你们已经完蛋了 更让他们兴奋莫名 更让他们振奋的话了 我想这句话 非常准确地掌握了二战期间 当时英国平民百姓的气氛 不是谜吉尔的 是你 这只是看法的 词曲与山 这里 不是谜吉尔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八十六集 二进二次 今天做完节目之后呢 导演在这个七集风的环境下叫我们还是得跟大家叮嘱几句 叮嘱什么呢 就是从一月四号开始我《一千零一夜》要改版了 怎么个改版 为什么改版 是这样的 一来呢 做了八十多集了 也到时候呢 应该稍微变化一下内容 第二呢 就是之前很多观众反映啊 说我们一周三集这个节目量太密集 太大 很多人呢 存了下来看不完 我们做得了 你也消化不了 那不行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决定从一月四号开始 我们每周一每周四只播两集 但是这两集呢 它会完整地构成一本书的内容 也就是说我们以后不大会再出现一本书讲个五六集的情况 一本书我们主要就讲两集 两集把它说完 礼拜一礼拜四加起来刚刚好 然后同时呢 我们还要改变它的内容跟结构 以后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会加了一些互动环节 跟大家聊天 大家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批评 有什么指证 要骂我的 要怎么样都行 看准我们这个二维码 然后扫进去之后 就可以把你的所有想跟我们说的话发给我 然后我会在以后每一集节目里面 跟大家去回应 或者跟大家道歉